他在三个小时内推平整个城镇 却在事后没有被辱骂 而是成为了民众的英雄 做出这件事情的人叫做马文 西迈耶 他是一位退伍军人 也是平日里亲友邻居们眼中的好好先生 谁出了事情 他都乐意出手帮扶一把 但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又热心的人 却做出了开着推土机平推城镇的举动 到底是什么样的刺激 让马文做出了如此反常的行为 在内情曝光之后 为啥所有人都没有攻击他 反而将其视为英雄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2004年 一则新闻席卷了全美国 所有看到这条新闻的人 无不被惊掉下巴 因为新闻里所报道的这件事情 实在过于魔幻 看起来并不像真的 更像是哪个电视台的整股节目 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 一个名叫格兰比的小镇子上 这个镇子在庞大的美国来说 并不值得一提 但这一天之后 他被彻底载入了美国的实测 原来 有一个名叫马文 西麦耶的男子 开着一台 由二手日产小松排第355A 推土机改造的装甲车 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 横冲直撞 几乎摧毁了这座小镇的 大部分市政建筑 这台庞然大物 先是冲进镇子 推到了一家水泥厂 然后目标明确 朝着镇子里的各大公共建筑驶去 他先后缠倒了电视台 银行 政府大楼 镇长的家 警察局等等13个建筑 整个小镇的公共建筑 几乎全部给他缠倒了 那么如此长的时间里 警察就没有管一管吗 经常当然是来了的 其实在这台装甲车 开始对水泥厂下手的时候 警察就已经接到了相关的报案 但是警察到了现场就傻眼了 这装甲车的壳子 实在是太厚了 警方对着装甲车开的几枪 一点作用都没有 还有一位警察 甚至跳上了缓慢行驶的装甲车 对着驾驶舱疯狂射击 但是除了把这车的钢板 打了几个窝窝以外 没有伤到对方一点皮毛 随后 为了阻止这台车 继续对镇子进行破坏 警方调来了更加强力的武器 也向上申报 调遣了美国的特种警察部队 这个队伍一般都是拿来反恐的 装备比普通警察精良的多 武器火力也更强 但没想到的是 就连特种警察 对于这台装甲车 也是没有一点办法 他们甚至动用了穿甲弹和炸弹 对装甲车进行了爆破作业 但都没能取得任何成果 这台钢铁怪兽 依然在镇子里横冲直撞 没有人能让其停下脚步 虽然州政府也有考虑过 调遣军队甚至导弹来进行阻止 但毕竟这是在镇子中央 动用这些东西 很容易误伤平民 最终就此作罢 不过不论是多么强大的东西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弱点 马文 西迈叶的这台大宝贝也一样 三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之后 这台装甲车的发动机 出现了过热的情况 这台车的行动力出现了问题 最终装甲车陷入了一处坑道 动力不足的车辆没能从中脱困 这场摧毁行动才告一段落 而在警方想方设法 揭开这个罐头的盖子时 车内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等到警方打开驾驶舱才发现 马文 西迈叶已经自杀了 那么 马文到底是为何 才做出这样的行为 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 这场事件又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 他在三个小时内推平整个城镇 却在真相曝光后 成为了全美国民众的英雄 在经历了近三个小时的破坏后 马文的装甲车 最终因为动力不足 陷入坑道无法脱困 而停止了下来 而坐在车内的马文 则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用枪自尽 等到警方打开顶部的舱门 除了在驾驶舱内 找到了马文 已经逐渐失去余温的身体外 还找到了一份马文录下的语言遗言 也通过这份遗言 以及对马文的调查 这件事情的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 那么 马文到底为何做出了这样疯狂的举动 他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去呢 其实马文并非是戈兰比镇的本地人 他出生于美国的南达科他州 不过在美国空军服役的过程中 他所在的部队在科罗拉多州驻扎过 马文对这里非常喜欢 因此决定在这里生活 因为常年在部队工作 马文并没有结婚生子 他来到格兰比这座小镇的时候 已经四十多岁了 孤身一人来到镇子上后 马文深知自己需要尽快在这里立足 才能正常生活 于是靠着在部队上磨练的手艺 马文在镇子上开设了一家汽车修理厂 因为手艺高超 人又和善 所以马文很快就在镇子上站稳了脚跟 并且和邻居们成为了朋友 在大家的眼里 马文为人善良 热情 平时大大咧咧的 但做事一丝不苟 很多让镇子上人头疼的车辆问题 都能在他手里解决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这样一个只有千余人的小镇上 最终被逼上了绝路 这件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场土地上的纠纷 马文开设修理厂的土地 大约有八千平方 面积相当大 但对马文来说 大部分土地是没有用的 他选择租赁给了别人 到了2001年时 镇子上重新做了土地规划 决定将马文修理厂周边的土地再弄回来 然后开设一个水泥厂 这对马文来说是个大麻烦 因为这个水泥厂的用地 是直接将马文的修理厂包裹起来的 一旦建设完成 马文的生意必然受到很大的影响 为了让自己的生活不受影响 马文在镇子上展开了抗议 但对于镇政府来说 这个水泥厂非见不可 马文的抗议没有人愿意听 马文没了办法 就找上了水泥厂的老板科迪 希望他能直接收购了自己的土地 他索性就搬走得了 但双方在价格上没有完全弹拢 最终这个计划也告吹了 那么到了这一步 其实还是有很多解决办法的才对 为啥马文最后做出了那样疯狂的举动 镇政府和水泥厂老板科迪 又做出了什么事情 把马文逼上绝路呢 2004年一台推土车摧毁一座小镇 内情曝光后 美国民众却视对方为英雄 马文在镇政府的土地规划过程中 被水泥厂阻断了生意 双方就此闹了起来 但按照马文的性格来说 这点矛盾还不至于 让他做出推评镇子的举动 到底镇政府和水泥厂老板科迪 做出了什么样选择 才让马文走到了这一步呢 在商量收购失败后 水泥厂的老板科迪 做了一件很绝的事情 他封住了马文与公路之间 需要穿过水泥厂的通道 让马文的修理厂彻底与世隔绝 马文为此在镇政府申诉了很多次 镇政府的人都没有处理 反倒是给他发来了罚款单 这单子上的罚款内容 是说马文没有按照规定 将污水排放在固定的位置 但要想做到这一步 马文的管道是必然要经过水泥厂的地下的 而水泥厂老板科迪 自然不同意马文去挖他的地 就这样 在镇政府和科迪的双重压迫下 马文不得不缴纳了高达8.2万美金的罚款 并且关掉了自己的修车店 其实镇政府还有科迪 早都看马文这个人不爽了 镇政府之前 希望在镇子上修建赌场 来带动镇子经济 就最终被马文带头给搅黄了 而马文当初买下的厂区 也是科迪早都看好的 拿来建厂的地方 马文的插手 让科迪没能以预期的低价拿下厂区 因此他对马文也并不喜欢 但马文哪里知道这么多弯弯绕绕 他本来就是外地人 而且他选择这座小镇 就是看中这里人少 生活清闲 你开个赌场 不仅霍霍镇子上的环境 也肯定会让马文的生活受到影响 马文实在没想到 就是因为他处于维护镇子环境的举动 造成了自己的彻底失业 失业后的马文 就计划起了属于自己的复仇之路 他先托人搞来了那台二手的 日产小松排第355A推土机 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对其进行了改装 他不仅给推土机 加装了防弹钢板 还在内部准备了枪支 并且安装了摄像头 保证自己能在内部观察到外面 而这台车唯一的入口非常沉重 需要脚车顶住才能打开 因此在行动的过程是没有办法打开的 就这样 在2004年 马文开着这台车 做出了惊世骇俗的报复 而让所有人都意外的是 虽然马文的报复行动 造成了700多万美元的损失 却没有造成任何一个人的伤亡 在事件的真实情况曝光后 所有人都对这位选择复仇 但又没有伤害无辜之人的男人 肃然起敬 无数美国人将他奉为英雄 镇政府为了平息这件事情 彻底拆掉了这个推土机 并进行了销毁 但这件事情的影响力 早已不是一个镇政府能够消弭的了 马文和他的推土机 被永远铭刻在了美国民众的心中 成为他们反抗官商勾结 贪污腐败的一个符号和一盏灵灯 我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